英镑今天的交易机会就在 先跟大家讲一讲英镑 免得刚到时候又这笔交易错过 可能就做不到了 英镑今天的交易机会就是 1.4250 1.4250当他回下来的时候 当他回下来的时候 大家可以在这个地方去 我认为今天这是英镑的一个短 短线多单的一个交易机会 英镑短线多单的一个交易机会 1.2450入场 刚才讲 讲忘了 没关系 再下来一些的话 大家可以使用挂单在1.4250这个地方 去做英镑的这笔多单 去做英镑的这笔多单 那么第一步标的话 我觉得可以放置在前方的高点 大概是在1.4287附近 也就是前方的一个 再放低一些 1.4286左右 1.4286第一步标 那止损的话 我建议是放的稍稍的多一点点 大概31个点左右 因为英镑的话 可能在日内的波动会比较大一些 我们来讲一下这笔单的交易逻辑 我们来讲一下这笔 英镑的这一段分析的交易逻辑 首先英镑现在价格是临近1.43 大注意 英镑目前价格临近1.43 那1.43我们对于英镑来做观测的话 很明显我们能得出一个基本的定论 就是英镑在这个地方 是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关卡 1.43 1.43对于英镑来讲 日线级别的大关卡 那为什么在临近1.43这个地方做多呢 因为我觉得上周五收出的这根k线 这根倒垂头k线 我认为上周五收出的这根倒垂头k线 它并没有意识英镑在此 在这个涨势的一个完结 大家注意我讲的 大家注意我讲的话 就是英镑的这一波上涨 由于上周五的k线收的是一个倒垂头 那今天的开盘价 它是在上周五的收盘价值上 所以说从这个两组 这两根k线的角度上来看 前方又有大型阳线的吞没型上涨 那如果英镑是在这个地方 英镑是在这个地方 形成某些阻力的话 那英镑是在这个地方 要是往下跌的话 那么可能英镑在此的一个下跌的走势 会被开启 但是十字星紧接着大型阳线的吞没 也就意味着这个上涨趋势 会强力的被进一步延续 同样的道理 前方大型阳线吞没上涨 上方收出倒垂头 那今天开含在昨天收盘之上 在上周五收盘之上 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行情 继续延续的走势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们从短线上来看 可以去把握一些 我们从短线上来看 是可以去把握一些这个 可以去把握一些英镑 对英镑对美元的一些多担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